上课了,OK,所以要做个Ending 那当然时间过很快 每一次上课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每一次上课的话 等于我都会把那个课程录制下来 那另外的话也会有YouTube的影片 那如果你习惯看影片的话 其实你就回去再把一些细节再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蛮花时间的 尤其是对你本来就不擅长 或者完全没接触过程式的同学来说的话 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如果你可以把程式学好 并且真的用在工作 我觉得你会对你的专业能力 应该会越有信心 我觉得 因为现在好像只好上不会程式 真的慢慢会有点弱掉的感觉 那当然这件事情 其实我大概 因为我程式教了快二十年 应该有二十年了 所以其实 为什么最早我会想起 为什么我要学程式 其实也是一样 我不想做重复的事情 希望很快的可以把一件事情快速解决 所以我在想说 那是不是应该可以学一点 但我不是本科系 上一次朋友问我说 哪个科系 不是 我不是本科系 但是后来我毕业之后 我选择当工程师 OK 跳到那个 这个业界 那一写程式就写了快三十年了 OK 那其实本来是有兴趣 OK 那现在变成一种工作的部分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等于分享一些快乐的讯息 对我来说 其实写程式满愉快的 OK 所以我才想说 我来教这个课程 但是我自己觉得很快乐 那不见得别人都觉得快乐 所以我尽量能够把这种快乐的感觉 尽量分享出去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成功 所以这件事已经做了很久了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推动 但我能做的是 我上课把影片录下 然后放在YouTube上 我发现影响的越来越多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认识我的人也不少了 OK 因为这样学会程式的人也蛮多的 OK 那当然也是一种正向的力量 有时候做一些事情 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刚开始我都没有功利的想法 反正我喜欢做就对了 那是之后人家问我说为什么要做 想一想 对了,为什么要做 不是应该就这样要做吗 不会就学嘛 就这样 可能我刚开始的想法很简单 那之后慢慢 因为也写了一些文章 一样录音影片 然后分享了 慢慢就会有人要求我来上课 还有啦,我考了证照 对,我这样跟各位讲 就天时地义人和 我就跳到这里来了 所以呢 一交可能也交了20年了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 都不是刻意为师 当然也会不断猜 所以YouTube录影 我已经录了16年了吧 OK 那当然也会持续下去 所以即便你们将来这个课程结束 以后如果还要听到我的声音的话 你还可以到我的频道上面 那当然如果最好是订阅啦 如果不订阅也没关系啦 因为我 基本上我不是自认自己是YouTuber 但是我的订阅人数 其实看起来也不少 我看我满真真的YouTuber 订阅人数甚至还不见得比我多 我订阅人数有三万三了 三万多 我不是搞笑的那个YouTuber 你要订阅人数多的话 可能真的要搞笑 不然就是要有点 女生可能要长得漂亮 正妹 我发现正妹订阅真的很快 我发现行男 行男好像不吃香 我发现行男 订阅人数破万的都不多 OK 所以我想我也不要露脸 露脸可能订阅人数会更少 会不会都退订啊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每一次上课我把它录下来 然后主要原因当然是希望说你们课后还可以再复习啦 反正确保学习的品质啦 OK 如果你学的品质要好 那当然可能我要做一点事情 如果这件事不做的话 对我来说是不影响 那影响你们可能很大啦 因为你们可能会 像是上课 老师你上次讲什么 全部忘光了 OK 但是如果全部把它 录制下来的话 其实所有声音啊 除了画面之外 另外还有云端白板 所以老师前我们上课的云端白板资料 这上面都有啦 如果你要备份的话 我讲过你可以这边有个下载 你可以把它下来 我是没有防止你们去做这件事 其实我大部分都是相信啦 因为我知道大家现在都还蛮不错的 不会说把你的东西拿去 然后到处去传播啦 变他自己的 OK 其实我发现 其实台湾人现在真的 这方面其实导的蛮OK的 蛮值得让人要相信的 当然少数会有一些 不OK的 当然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还蛮OK的 大部分其实都 踩那个信任 OK 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另外的话上一次上课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的话 主要就是讲从404 讲到504 等于就是讲了12 等于5题加2题 7题 等于少1题 402没有 这等于6题 OK 所以一堂课大概讲了6题 其实也已经蛮多的啦 OK 当然我是希望说 能够有点启发 就是你们看到题目 可以去思索 最好是能够看到题目 自己可以把答案写出来 这当然是最好的 可是如果不行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慢慢再一步一步的 因为有些东西 不可能一下子马上 你可以非常熟练 但至少就是说第一个 你一定要思考 OK 第二个的话 你要花时间 除了会之外 还有一点还要熟练 OK 因为很多人都会 但写不出来 为什么想半天 因为完全不熟练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东西 真的要非常熟练 那这个就技能吧 为什么人家 愿意花些钱 让人家去修理家电 或什么 因为人家这技能他熟嘛 其实说真的 其实进来也没特别 就是比你熟就对了 你可能做过一遍嘛 人家做过一千遍嘛 怎么会不熟呢 对不对 像这些城市 可能我已经做一千遍了 对不对 但问 就是为什么会熟 就是因为反复做嘛 那刚开始有这么熟吗 当然不会啦 一定是愿意花时间 可能有时候连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在想城市怎么写 真的耶 我曾经以前 累到想城市想不出来 然后就睡着了 睡着之后的话 我做梦的时候 竟然梦到我在写城市 醒过来之后呢 我居然会写 真的耶 这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就是 怎么讲 晚上的话接着继续做梦 继续做梦 可能应该是已经睡着了 但脑袋好像没有停下来 还一直不按思考 如果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话 其实说真的也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OK 对我来说 其实刚开始就这样 很多东西其实 就是要愿意花时间 反正我没别的长处 就是比别人更坚持 OK 所以很多东西 甚至我以前遇到很多问题 真的都隔很久才把答案想出来的 可能隔一年之后 甚至有的问题隔两三年才想出来 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 真的耶 我刚开始很多东西 不会写 也不知道问谁 也没人可以问 所以就把那个问题放在心里面 然后有空的话呢 就到书店去翻一翻书 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翻了翻了翻了 然后后来也思索 然后一直放着 到有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发现 不对 我其实翻再多书 倒不如我自己动手 去思考 OK 慢慢慢慢写写写写写写 突然就把那个程式写出来 但是不会跟别人一样 所以后来发现 这个程式 最后写出来 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 因为如果说你一直抄别人的东西 你会被别人给框住了 所以如果以后你想要 慢慢写写出自己的风格的话 你会觉得越写 越有兴趣 这当然是需要点时间的 前提可能就是第一个一定要会 第二个还要熟练 他会熟练之后 你可能慢慢才有机会到下一个阶段 OK 所以那当然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有可能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讲到504 所以今天的话 接着来看506这一题 OK 506这个 506这一题 我觉得难度会比前面的要难很多很多 为什么? 因为第五类的话一定要写制定函数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先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把程式写出来 第二阶段的话再把它改成制定函数 也就是你不用急的一定要把它写出制定函数 你可以先写出你原来的程式样貌 然后再去修改 那制定函数还记得吧 程式里面一定要需要什么呢? 就是那个什么DF 有没有? 像上个礼拜的这个DF开头 然后呢 它有规定说 那个制定函数Function的名称 它叫Compute 后面的话要传两个参数 就规定 传什么之后规定 然后至于呢 你要计算什么? 就把原来你计算的东西 把它放到程式里面来 然后关键的地方就是 你在那个制定函数里面计算完之后 底下有个关键叫Return Return的话就是把最后计算完的结果 丢回来给这个函数 那其实这个概念 跟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 概念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 你插入函数嘛 它会问你几个参数 一样嘛 这边两个对不对 那可是像那个我们的Excel里面 也有可能两个 也有可能三个 也有可能没有 对不对 那我如果给它它要的 它会Return给我要的结果 放哪里? 放那个储存格里面 这概念其实差不多是一样的哦 OK 虽然说在不同的地方 可是实际上概念都是相通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五 所以上礼拜的第五零二 乘积嘛 其实就把A乘B For x乘Y 的结果Return回来 然后在哪里显示呢? 在Print这个地方显示出来就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直接就放那个 这个函数放在Print 这刮虎里面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前面用一个变数去接 比如说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C好了 C等于Compute 然后A到点B的结果 放在C里面 然后Print的话 里面就放在C也可以 当然会多写一行 一般的话 其实习惯如果不需要的话 当然就写 直接把它放在Print里面就OK了 另外的话呢 上礼拜还有把它改成什么? 几次方 次方计算 顶多程式跟上面几乎一模一样 本来是A乘B 或X乘Y 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A乘乘 A的B次方 OK 这样的就乘号而已 乘乘的话就是 前面是什么? 后面是几次方?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结果给回称 再来的话呢 第五类的 第506 506 一元二次方程式 不过 一元二次方程式 这一题我觉得出的不是太好 为什么? 因为 它假设每个人 都还记得 国中 应该国中吧 国二的数学吧 的一元二次方程式是什么东西 但其实实际上大家都忘记了 不过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维基百科里面就有了 但它里面没有写 那所谓的 虽然我有把维基百科的重点 截图 放在答案里面 也就是说 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基本上 会有三种 三种结果 一种结果就是 这个根号里面 的数值不能为负的 这是第一个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若规定 D等于 B平方减4AC 则方程式 这个后面的公式 的代数结论 就这个 OK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资料给带进来 那里面的话 提供哪些东西 可能有些人 可以看 先知道一下 公式在这里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提供给我们 哪些东西 第一个当然 这一半 它说分别给 ABC3的资料 然后带到 这个 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里面 然后要求解 有没有根 OK 那它的根是 什么样的结果 要把它print出来 所以它后面底下 假设只有三个 那print的话 就是可能会有两个结果 OK 那 它这边还有公式 一元二次的方程式 就是ax平方 加bx 加c OK 等于0 那 这三个的话 一样要把它 做成一个制定函数 OK 所以请各位先稍微 第一个把题目下来 了解 什么叫一元二次方程式 要了解一下 那实际上我是有把 那个什么 这个 比较重要的 三种结果 把它放在这里 但如果你假设 对于那个 因为这些方程式 不太了解的话 其实我建议 你干脆 把它在Google上面 搜寻一下吧 这边就有了 维基百科 大家看一下 待会我会把重点 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